他们是全球唯一没有进化完全的人类 仍旧用左手吃饭 靠吃植物和野生动物为生 居住在50米高的大树上 几日后 部落里会有新人结婚 于是他们开始为其建造房屋 他们的房屋完全是由木头搭建 所以砍树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他们会选择千年大树作为房屋的支柱 每次搭建好一座房屋 就可浪费掉100吨的木材 全程纯手工搭建 固定支柱的就是树木的金条 每一根金条都是由村民用牙齿撕开的 然后再由其他成员固定到支柱的每一处 搭建房屋首先就是搭建天梯 这样方便村民上下搭建房屋 而后就是房屋的骨架 这决定了房屋的安全等级 一般都是由今夜20年的老师傅来搭建 搭建一座房屋只需要三天时间 用到的木头根数可以达到3万根之多 这些工作全部都是由男性完成 在科罗威部落女性的地位很高 男性的地位偏低 是一个十足的母系社会 骨架搭建完毕 是时候要给房屋填瓦了 他们用森林里特有的大片叶来充当瓦片 为房屋遮风挡舞 叶片对折然后一一撮开塞入即可 即便是原始人 那也得吃饭 午餐他们吃的就是当地的一种红色糯米 他们说这种糯米营养丰富 饱腹感十足 是他们每天必吃的主食 吃完饭稍作休息 房子就该贴墙皮了 墙皮用的树皮很是讲究 必须用具有防虫柱的树木外皮 这关乎着房屋的耐用性和隔音效果 全屋都必须用树皮给封住 避免恐高造成晕厥 新人结婚必不可少的就是平时吃不到的食物 那就是淀粉 西米树里淀粉含量丰富 是他们很少吃到的食物 因为这种树木百年成才很是珍贵 被砍伐的西米树他们会将树心掏空 然后将里面的纤维垂成渣 而后用水过滤沉淀 获得淀粉来使用 男人们这一边房屋已经进入了收尾工作 但是屋子里的火炉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依旧采取的是钻木取火 片刻后火苗燃起 点燃屋内火炉上的柴火 从此刻开始 屋里的火苗便不会熄灭 除非房屋主人不要这座房子才可以 另一边女人们的淀粉已经沉淀完毕 得到了干净且纯白的淀粉 不知道这样的淀粉 你会花多少钱来购买呢 这就是克罗威部落人建造房屋迎接婚礼的一天 你觉得这套婚房价值多少钱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